说函数FX X是方程式中有待确认的值 也代表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我觉得年轻人吧就是应该敢打敢拼 设计一款说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设计一台车 因为没有人叫我这么做 我也没有想过去做这么一件事 一个人的想法是有限的 思维也比较固定 如果有很多人一起做同一件事 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我是在学校里面看到这次活动的工作人员在那招募 然后呢我就去了解了一下 就我觉得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吧 可以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去比拼 对自己既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吧 同学参加了就跟我说 我看了一下 觉得比赛的奖品奖金都挺不错的 就跟同学一块报名了 我现在在准备实习 马上就要跨入社会工作了 看到哈佛X道格这次比赛 获得好的名次 能够得到官方的offer 很心动 于是就参加了 我叫刘小佳 大家好我叫梁永宁 大家好我叫杨春 哈喽哈喽我叫李子怡 大家好我叫李萌 我加入了熊猫戏剧头冠 霸王脸谱 灯黄彩带 还有福治春联这些元素 我认为可以由以下几个词区概括 复古 潮流 硬派 它既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们城市的使用情况 然后又可以满足人们平时在闲暇时光 去野外小野一下的这样一种需求 原有概念车的小书包设计 在上轮廓 车友们反馈是可能会对后方视野有一定影响 在此基础上 我将后挡风波里的下轮廓改为了平直的状态 因为本设计想要将哈佛X-Dog改造成为露营车 所以这个主题想要表达的是露营车 可以像云一样 悠然质的无拘无束 想走就走 主要是以年轻人和喜欢女儿的家庭为主 是因为小奶狗是温暖体贴的代名词 并做到只从你一人就够 除了在常规的地方提供两块大瓶的同时 并在副驾驶提供一块弹出式的娱乐品 很好地提升了车内的娱乐氛围的同时 并可以在长途旅行中休闲地看着大片 很好地与潮丸新生代这个主题切合 因为警车一直以来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充满正义感和安全感 所以我希望哈佛X-DOG也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 社会车辆是不能改装成警车这样的特殊车辆 我此次的设计是希望这辆车以后能够成为公安系统的专用车辆 当然这次设计的车辆是国外的警车 以后会国内公安系统专门设计一款车辆的 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作品 再加上设计的时候是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来设计的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我的Dream Car 当然是我的Dream Car 如果最终的量产车型要是以这样的姿态所呈现的话 我一定会倾劳而出去购买一辆的 希望我设计的元素能够出现在哈佛X-DOG的量产车上 我现在也能出去说自己是造过车的人了 期待哈佛X-S的共产活动 感性才是天性 这个时代感性的年轻人对于那只世界有着一种原始的渴望 他们敢于进取 敢做敢当 敢于创造 他们不满足于一种身份 也不安于一种风格 更不满足顾佑于一角 与X-DOG一起共创无限可能 X-DOG 未来的样子由你们来定义